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 有一些金米咖啡的薪資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你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每週都可以收到學長的推播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了一下 是全自動咖啡機 那各位如果在辦公室可能會有全自動咖啡機 但是你可能只有一些傳統的喝法 暗暗濃縮咖啡 這樣喝起來可能有點無聊 那學長今天要教大家三種有趣的生鮮喝法 都是利用全自動一式咖啡機來做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這一台 菲利浦的EP2220 那也算是目前市面上CP值非常高的一台 全自動一式咖啡機啦 那它的特色其實就是它的面板和操作 非常的簡單明瞭 就是沒有什麼多餘的功能 但是非常的好用 包括它的濃縮跟普通的咖啡 那當然還有蒸汽跟熱水 它可以調整一下風味的濃淡度 你就可以讓這台咖啡機達到非常好用的效果 風味非常好 那建議大家可以跳過一些大賣場的一些豆子 畢竟大賣場豆子它的烘焙日期 或者是烘焙狀況比較不確定 可以選擇一些在地的一些精品小店 它們的義式豆也不貴 而且可能烘焙的風味上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烘焙日期也比較近嘛對不對 那搭配菲利普這台義式咖啡機 就可以讓義式豆的整個濃郁的風味 滑順的口感達到最高表 那同時間呢 這台菲利普的EP2220 它的研磨的刀盤是使用純陶瓷的刀盤 所以呢它的整體喝起來的苦雜味是比較低的 好像細粉相對來低一點點 那它裡面有12段的刻度可以選 學長建議呢 如果你是用終生培的豆子 你可以選擇6左右 因為6左右就是大概一半一半 不會帶細也不會太粗 但它的本身口味呢 足夠支撐了 那如果你是用比較淺焙一點點 中焙或是偏深一點點的單品豆的話 你可以用到最細用到1 可以讓整體的濃郁度發揮到比較好的狀況 好 這是關於豆子跟研磨豆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關於面板的部分 那面板的部分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可以調整的部分就是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一個是我的整體的風味的強度 我們可以把它調到最香氣最強 最濃郁 以及劑量的多管可以調到最小 這兩個東西調上去以後呢 這台的濃縮的表現呢 就會達到最佳值 那你拿來做奶咖 或是說學長待會兒會講的三種神仙喝法 都可以讓你的風味達到最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面板介紹完了 Tips 講完了 我們直接來進入沖法 我們有三招教大家怎麼做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 第一個叫做Dirty 那Dirty這個做法其實簡單 但是很有特色 那我們首先選擇一個 比較比較太大的杯子 玻璃杯 當然馬克杯也可以 玻璃杯比較漂亮 OK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加冰塊 冰塊的部分呢 你可以可多可少 但是建議大家呢 可以稍微多一點點 好 差不多這樣 四顆 加冰塊 然後第二部分呢 就是先倒冰牛奶 冰牛奶 這個你在辦公室都可以取得嘛 反正就買一瓶牛奶 然後倒的部分呢 大約到七分滿左右 好 到七分滿 然後呢 冰塊要稍微比你的 牛奶多一點點 因為這樣子呢 待會我們才能做出漂亮的那個 濃縮會浮在我的牛奶上面 所以可以稍微 稍微攪拌一下 瞧一下位置 然後呢 你可以 攪拌一下 讓我的牛奶更冰一點 那如果你牛奶夠冰也OK 稍微攪拌一下 它的 牛奶越冰 你待會濃縮上去 效果會更好 OK 好 好 這樣就完成前置作業了 非常簡單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把我們的 放到我們的 菲利浦上面裡面 然後呢 把這個 這邊有一個 出水的部分 出濃縮的部分呢 可以調到低一點點 這樣子 我們待會的那個整體的 分層會更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按一下我們的 Espresso鍵 單杯份 然後呢 濃縮 濃縮度的部分呢 調到 最濃 即將調到最低 按 開始 剩下時間就讓他去表演 好 可以調整一下冰塊的位置 他讓我的那個濃縮落在冰塊上 他的效果是最好 OK 看到了嗎 就可以讓我的濃縮漂亮的浮在我的牛奶上 OK 會做出 漂亮的分層 然後這個喝法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 上面是 咖啡 熱熱的咖啡 然後喝到下面的時候呢 是冰冰的牛奶 它在你嘴巴裡面充分的融合 可以徹底的去發揮濃縮的風味 就不會像那個拿鐵 它已經混在一起了 咖啡風味就沒那麼清楚 所以這時候呢 就喝一口 喔 咖啡味道很濃 然後呢 入到嘴巴裡面的時候 牛奶跟咖啡才會互相攪拌 才融合在一起 就非常的好 這是第一杯 我們叫做 Dirty OK 那接下來是第二杯 第二杯呢 我們叫做氣泡的冰咖啡 就是要 可以用Tonic 可以用氣泡水 也可以用通靈水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氣泡水 那呢 做法上面也非常非常簡單 我們一樣可以先準備 冰塊 冰塊 你可以準備一個比較高的杯子 都可以 看你喜歡喝的濃度 好 冰塊 我們做 好 冰塊也可以倒多一點點 我今天準備冰塊很小刻 好 然後呢 可以先準備我的 濃縮 可以準備一個杯子 然後呢 一樣 把它放低一點點 然後濃縮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選擇 最濃郁 然後濃縮最少 然後濃縮的部分呢 如果你 像我今天杯子比較大 可以做兩份 因為飛利浦是愛機器呢 一次可以做兩份 所以很方便 好可以按 這個濃縮 再按兩份 點兩下就要兩份 然後一樣 最濃的部分 即將最少 按Play 那我們先讓它 操作一下 非常的快速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來準備氣泡水了 那氣泡水呢 就是你哪裡方便 你就哪裡買 或是你有氣泡水機也可以 好 濃縮讓它負責 然後我們負責的部分 就是氣泡水的部分 好 我們先倒進去的時候呢 可以沿著我的 杯壁 往下倒 然後不要倒太多 倒到六分滿左右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倒太多的話 待會濃縮下去 有可能會膨脹的很高 所以 倒六分滿 七分滿就好了 留一點空間 好 現在做第二份 好 第二份濃縮 好 完成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 把 我的濃縮 跟我的 氣泡水 混合在一起 那你也不用太客氣 反正就 大力的往下倒 沒關係 OK 倒進去 看到嗎 會有一個很完美的 氣泡 會分層 因為呢 二氧化碳跟 CREMA的油脂 會包覆在一起 那這時候如果你要攪拌的話 輕輕攪 因為它膨脹可能會往上膨 輕輕的攪拌一下 對 OK 還會慢慢的膨脹 OK 非常好 就完成 整個氣泡冰美式的一種 的呈現 好 來喝一口 香氣呢 都被氣泡 那個CREMA包覆在上面 所以香氣非常的顯 濃度也很棒 OK 這是非常棒 在辦公室就能做出氣泡冰美式 這個 辦公室的人會羨慕死你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三杯 就是所謂的抹茶樂拿鐵 那可能是蠻多女生會比較喜歡的 可以準備一個這樣的玻璃杯 可以稍微大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 大概牛奶量會稍微比較多 那 可以準備這個 抹茶粉 平常放在辦公室 隨時想喝的話都可以喝 那抹茶的量呢 就大家適量 因為 有些人喜歡喝咖啡味重一點的 就可以少一點 那 有些人喜歡抹茶味重一點的 就加多一點無妨 那 希望喜歡 既然喝抹茶 熱拿鐵 我基本上呢 我的抹茶就會放比較多一點點 這樣喝起來 抹茶味道重一點點 還蠻過癮的 OK 好 這樣 然後呢 可以先加一點那個熱水 讓我的抹茶粉呢 先溶解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加冰牛奶 會比較不容易溶 可以先加一點點 溫水 熱水 稍微攪拌一下 讓我的抹茶粉呢 吃一點水 會比較容易溶解 加一點 好 成為這個抹茶的薑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加冰牛奶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菲利浦的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把它打成奶泡 OK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 加牛奶 OK 好 大概到這個程度 100到150 看你喜歡的 牛奶的劑量 好 稍微攪拌一下 讓我的抹茶粉呢 完全的溶解 OK 好 這樣子就完全溶解了 可以看到 整杯綠綠的 抹茶 下的蠻多的 好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打奶泡了 好 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熱水 這個是奶泡 我們先按下去 然後呢 把我們的這個 熱 抹茶的奶呢 放進去以後呢 可以看到 讓我這個 奶泡棒 蒸氣棒呢 能夠 吃到我的 液面的下面就可以 像你看我現在這個高度剛剛好 所以我根本就 讓它放著打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液面是 剛剛好 貼到我的奶泡棒的那個 噴頭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 甚至可以完全不要管它 但如果你水比較少 奶比較少 可能要是要浮一下下 可以像我這樣 剛剛好 就可以完全不管它 然後按完以後 按啟動 蒸氣的功能 然後我們要讓這個 冰牛奶 完全打成 一層熱的奶泡 所以會有一層 厚厚的 像雲朵般的奶泡 喝吃起來呢 是有點口感口感的 那就是我們的目標 它會有 一下子 會有加熱的功能 把那裡面的熱水 變成 蒸氣 好 就可以把我們的牛奶 加熱的糖質呢 把它打成奶泡 可以聽到 就是 拿奶泡的功能 可以完全不管它 如果你的牛奶 高度剛好的話 它裡面它在翻攪 用空氣 好 溫溫的 OK 已經有點燙燙的了 也可以 按 暫停 好 把它啟動完成 然後呢 不要忘記 喔 燙燙的 好 不要忘記 你每次打在奶泡的時候 都稍微清潔一下 你的這個 奶泡頭 不然的話 它會 有 卡奶 夠 用布也行 濕的 衛生紙也行 然後 這是抹擦奶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把咖啡放進去 所以一樣 然後呢 一樣按兩倍 兩倍濃縮 兩倍濃縮 然後最濃 即將最少 然後 Play 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有明顯 有兩層分層了對不對 這一層是 呃 奶泡的部分 這一層是 抹擦牛奶的部分 我們再用兩倍的牛 兩倍的濃縮 去做咖啡的部分 可以看到 咖啡的部分呢 會在 奶泡 跟你的牛奶之間 會慢慢的 出現 顏色 會出現分層 然後第二杯 兩杯的濃度 會比較夠 一杯的話 因為我今天 奶加比較多 所以建議大家用兩 兩倍的濃縮 這樣整體的風味呢 會比較激重 好 可以看到 咖啡的部分 越來越明顯囉 好 完成 這樣 一杯 抹茶熱拿鐵 就完成了 可以 有完美的分層 然後當然你要喝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攪拌一下 讓我的咖啡 跟我的抹茶 牛奶呢 能夠完美的 結合 上面一層 濃濃的抹茶 OK 好 來喝一口 有濃濃的抹茶味 那咖啡味呢 也蠻濃厚的 OK 因為我放了兩份嘛 那這就是第三杯 關於 抹茶熱拿鐵的部分 OK 那我們教完大家三種 可以在辦公室利用 菲利普的全自動咖啡機 做的飲品以後呢 那我們回歸到日常生活啦 如果呢 你平常呢 是 不想準備這麼多 只想要簡單喝個咖啡的話呢 當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濃縮的部分 按濃縮一份或兩份都行 那當然學長建議就是用最濃 最香濃 然後最小劑量的方式 然後萃取完以後呢 如果你加熱水的話 就是熱沒事嘛 如果你加冰塊或冰水的話 就是冰沒事 那剛剛那個打奶泡的功能呢 如果呢 你沒有加那個抹茶粉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打一般的牛奶 一樣的順序 就先打牛奶 然後打完牛奶以後呢 然後加咖啡 就是熱拿鐵 那如果你不加 不打熱的話 直接加冰牛奶的話 就是剛剛做的Dirty 或者是叫冰拿鐵 它有點差 因為冰拿鐵它還是融合度比較強 那Dirty它是比較不融合 吃那個口感 都可以讓你在辦公室呢 都可以輕鬆的做到 那菲利浦這台呢 EP2220呢 是目前市面上蠻方便的 如果你在辦公室 或是一些 商業場合 如果你比較沒有時間做咖啡 但是去想讓大家能夠享受好咖啡的話呢 這台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